大家好,我是阿米,欢迎收看看跨镜就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镜头上最新消息 随着北半球夏季的来临 越来越多的人更愿意在户外实现放松 背盘作为草坪游戏中的一种 其之所以能成为露营游戏中的不可或缺的一员 以及在年轻群体实现破圈 在如此众多的户外游戏中脱颖而出的 应其具备以下特性 其一,重量足够轻且便于携带足够安全 其二,玩阿简单多样 游戏规则少,规则通俗易懂 其三,多人参与没有人数限制 增加群体活跃度 因此,对于户外运动品类的卖家而言 增加飞盘这项运动相关的器材和配件 充分利用国内物美价廉的优势 开拓飞盘以及相关的装备 比如手套、袜子、服饰的海外市场 其实也是值得考虑的 首先,在受众人群上 若本身从事飞盘器材出口 那么产品的人群细分上 除狂热的飞盘爱好者年轻化群体外 还可以拓宽到儿童阶段 其次,作为竞技体育用品 飞盘也有较为严格的质量标准 国内由于尚未形成较大的规模 因为劣质的飞盘生产家很多 但由于出口国外 卖家还是要严格按照目的国的标准 来进行生产和把关 在营销上 由于露营在国内外都非常火爆 卖家更应该借着这股风潮 进行营销推广 比如在图片、短视频推广上 强调飞盘与露营结合的契合度 比如飞盘的轻易携带性 玩法简单多样 多群体活跃度 非常适合在露营期间进行玩耍 1000加外人次阅读 800加半字 1000加多圈的智库洞察 400加及500加小时 400加半字播放的视频案例 国内外原创跨境案例截图 近在跨境电商案例商机智库阿米跨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